林丹遭遇一轮游,苦战三局不必印尼一哥,第二局金得无分太虐心,中国与毛球公开赛首轮正在进行,今天的焦点占无疑是国与35老将林丹对阵,22岁的印尼一哥金庭,双方苦战三局分出结果,老将林丹在先赢一局后,被金庭连班两局,一看输掉比赛,和2017年的中国赛一样,遭遇一轮游, 金庭的实力一流不过不太稳定,在日本公开赛中,他被安赛龙2比0横扫出局,无缘四强,但是他年轻有冲进,对于林丹来说是最大的威胁,面对年轻的一流选手,林丹的体能和速度成为明显短板,在日本公开赛中,林丹经过两轮苦战,击败了王嘉伦和周天成,却在第三轮面对陶田闲斗时,几乎被横扫, 体能出现不知,双方对战首局,林丹4比1开局领跑,金庭快速将比分追至3到50出现了失误,林丹连得4分以9-3的分差占据优势,不过金庭快速的反击让林丹措手不及,他连续进攻连拿5分,将比分追至8比9,林丹在关键时刻稳住防守, 连得2分以11-8进入局先,下半局林丹保持着3-4分的优势,一直到20-16拿到局点,金庭展开又一次进攻,他连得4分将比分追平后,双方陷入缠斗,最终在22平时,林丹抓住机会连拿2分,以24-22先下一局,第二局,金庭的法机十分凶猛, 林丹的体能在首局消耗过大,防守出现迟缓,漏洞更多,在上半局紧得1分,被金庭打成11-1,下半局林丹战略性的放弃,金庭的得分更加迅速,最终以21-5扳回1局,决胜局,双方再次进行缠斗,金庭在上半局取得领先后,很快被林丹追成7平,之后双方缠斗至9平, 金庭的一波进攻带走4分,将分差拉开,随后林丹尽得1分,金庭再连拿3分,把分差扩大至17-11,林丹的处境更加被动,关键时刻,林丹开始劈力猛追,他的一波进攻竟连追5分,以16-17紧落后1分,随后双方缠斗之后,林丹以19-18占据主动,不过接下来金庭的一波进攻连得3分, 以21-19拿下决胜局,林丹一到2被淘汰,遭遇一轮游